在高屏西畔工人就着最后一丝天光 加紧赶工 把一节一节的钢管焊接在一起 这条长达7.6公里的管线 要把屏东加工出口区11口水井的水 送到高雄应急 截至5月初 南部四县市仅盛屏东的水晴灯号 还维持蓝灯 高雄与台南已转为减量供水的晨灯 嘉义则是减压供水的黄灯 当地面水干涸 人们转向地底寻找救命水 但救命水真的能够源源不绝吗 水资源的供给与需求 在大汉时代将面临哪些挑战 从四月中开始通往台南佐镇 玉井南西等芒果产地的路上 每天都能看到水车来来往往 忙着把从新化虎头皮抽来的水 送到29个供水站 车子才刚停好 马上就有农民直接从水车接水 因为去年洪水就糟了 今年凱头大概在2月就都没水了 所以在那儿都很可能 今年算了可能就会出没一盘 在那儿放烫后 我来到这里有看水会到哪儿 到这儿 你已经到这儿吗 对 已经到这儿 整在那儿都没有 对对对对 三个容量10公吨的桶子 不到一天就被抽到见底 但这些水也只能勉强保住 果树的一线生机 这样一层要多久 五分钟 五分钟是给它接壳而已 正常要10分钟至15分钟 它的量它吃得够到月尾 这五分钟是给它不会壳死而已 芒果从开花到果实成长阶段 是最需要水分的时期 游先生这片果园有500棵芒果树 再一次水只够浇30棵左右 有水分就会比较大 不然水分就像这样 对照比啦 你看会更冷的 雨来吃到水 它还会再钓一次 如果再半个月不来 这个就没有用了 就像鸡蛋一样了 在雨来它也不会长大 因为它的核心已经硬了 台南官田不在水车支援的范围 原本应该是结石累累的果园 一眼望去 只有几颗细稀络络的芒果挂在枝头 你看全部只有这一颗 不然你看这个有六七个 七八个会有至少会有七八颗 如果像往年雨水多的话 有可能是十颗以上 就这一只就会有十颗以上的芒果 像这个都没有用 这个等一下就把它剪掉了 这个就整个都把它剪掉 就蔬果掉了 这个是没有用的 像这个是空爆弹 你看里面就是没有种子 这个就是空空的 胡先生估计今年它的芒果 可能减产超过五成 旱灾在全台造成的农损 到四月底合计超过五亿元 2021年中部才经历过 号称百年大旱的旱灾 才过两年换成南部水晶紧张 南台湾已经六百多天 没有下过大雨 南部很难去算说 是不是第一名百年大旱 但是它的严重程度 不会亚于上市台中 甚至更为严重 如果说我算到二月或三月的时候 大概南部大概是台南跟高雄 大概是一千五一千六左右 你看实际上下了只有六百多 等于是只有下了原来的三分之一 等于台南高雄的雨量 少掉三分之二 少掉三分之二就不见了 台南加益每日自来水用量 合计约130万吨 主要依靠水库供水 截至五月初 增稳水库蓄水量已经跌破7% 南化水库也仅剩约四分之一 水情正常时 高雄每日所需的150万吨自来水 由五到六成来自高平溪 今年三月已经下降到三成 整个高平溪的历年平均流量 大概是三千一百米尼 今年又比百分之一少了 四百十六米尼 那去年整个高平溪的一个流量 大概在一千六百米尼左右 将近夭斩 供应高雄约四分之一用水的 九座浮流水设施 也受到焊向波及 这个浮流水就是比较浅层的 河川下面的水 如果较下降的 有一个主水层冬水栓 较下降的 这个叫做地下水栓 所以地下水栓 现在如果在这儿挂 这就是地下水 如果在挂层挂 叫做浮流水 2021年启用的大全浮流水 目前供水量只达到设计取水量的一半 以前的水位最高的时候可以到达这个地方 现在目前大概下降了大概三公尺左右 因为河川的水位比较低 所以说它现在目前供应的水量大概八万吨左右 设计的量大概有四万吨 那现在大概前半左右 受河川流量影响 风水其实合计可以供应 每日平均五十万吨的浮流水 今年三月降低为三十五万吨 老天不下雨只能向地底更深处取水应急 2021年旱灾期间 高雄已经开凿六十二口深水井 这些备源水井陆续上场救援 地下水抽取量从去年年底的七万吨增加到三十万吨 即使既有抗旱井的抽水量已经增加四倍以上 仍不足以因应严峻的水情 把这十一口井全部的水从前面这一条 那个五百的水管 然后把它引到那个那里有一个急水箱 然后再把它加压马达 把它送出去一直送到高平均 然后因为它总长是七点多公里 所以需要两个加压才有够那个马力 把那个水送到那边 南水局重新启用屏东加工出口区 十一口既有水井 并且要在高平溪沿岸新增五十四口抗旱井 来支援高雄民生用水 我们现在要找这些水井主要的思考的一个重点就是 当到四月底的流量比现在还在下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但在屏东离港乡的十四口抗旱井工程 遭到当地居民强烈反对 要求停工 因为我们这里是泰国虾专业区 所有那个泰国虾专业区的养殖户 现在都很担心 真的很担心 如果水抽走了之后 那个养虾都没有办法养的时候 大家怎么办 有一些狗狗狗 包括农蜜蜜就在抽无水了 我们本身这里就住新南部了 我们这里也在抗旱 你如果说要来拆这里这么多 担在这里抽水贵 那我们这里如果没有水要怎么办 屏东自来水普及率仅六成左右 是全国最低 农漁业与日常生活都高度仰赖地下水 居民不满南水局没有事先告知 更担忧新早的深水井 会让他们将来更难抽到水 所以几十年来的刷 基本上这些都干的就对了 差不多 依照我们在那里有长期的一个观测的话 如果风水年就是水比较多的时候 它的地下水在地板下 一公尺多就有了 那今年的部分水井大概它已经降到 差不多地板下 差不多七公尺多 七点四公尺左右 今年是有比较往有更低 但目前一般民用水井大概十公尺的时候 它的取水就会比较有一些困难 那比较深井的部分 他们比如说养殖的部分 应该是还可以抽得到水 水利署强调临近抗旱井的五个观测井 已经设定管理警戒水位 未来抗旱井运转后 若发现水位低于警戒值 就会停止抽水 在里港那个地方是属于 非常好的地下水补助区 包括到我们高平平这里都是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在那个地方 去做一个找井的动作 这个找井是抗旱水井 是在抗旱期间使用 抗旱结束之后 我们就把它封存掉不用了 但是事实上你要进去开发的时候 当下还是会有一些它的 地下水域还是会下来的 对 长期研究地下水资源的学者 张良正指出 屏东平原有良好的地下水补助条件 但因为连续数年 风水期降雨量偏低 抗旱井预定地附近的五个观测井 水位几乎都是201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他提醒现有的观测井 并不是为了监测局部 大量抽水的目的而设置 抗旱井会不会影响民用井 应该做更详细的调查 比如说以这两公里或是三公里 将一个范围化一个硬树 再来民众会影响的这个井 应该要一起来去做申报或是调查 看看我这个地方转下去以后 是不是真的对你的水位有影响 有影响就可以来做一些后续的补救措施 地下水照理说应该是紧急情况下的救命水 但如果气候变迁使干旱成为常态 救命水可能会用得越来越频繁 根据IPC的预估到了2050年之后 其实我们影响台湾的台风有机会会变少 我们例如说每年是三到四个 它可能会少个一到两个 那这个对台湾就是水资源运用的非常大的简讯 未来救命水能够休养升息的时间可能越来越短 我们的用水需求却不断成长 动土平安 高雄男子产业园区在2022年动土 台南的南部科学园区也正在扩厂 预期高雄台南的工业用水都将大幅增加 其中台南更是成长了两倍以上 水利鼠预估到2036年南部四县市的供水缺口 加益是3.1万吨 台南22.5万吨 高雄9.2万吨 屏东4.3万吨 台湾的水价长期偏低 如何借由调整水价来抑制用水需求成长 已经讨论多年 今年2月经济部终于宣布要在每年11月到隔年4月的枯水期 对单月用水超过9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 课征每度3元的耗水费 但民间团体认为9000度这个门槛定得太高 因为那是针对9000度以上的用户 但是9000度以下还有很多大用户 那也没有规范到 所以最理想是要加大那个急剧 目前工业用户水价1度12元 加上3元耗水费仍低于再生水1度20元 被质疑解水的效果有限 水利署表示目前已拟定法规修正草案 未来一定规模以上的开发行为都要使用一定比率的再生水 并且不限于缺水地区 地球公民基金会董事长李根正强调 节水不仅是工业的责任 一般用户的水价也应该要有区别的调整 你的用水是低于平均值 而且是有省水的住户 加户的你的水价可以平稳 甚至涨一点点就好 但是让那些用水大户 或者用水浪费的加户 你的水价要可能是接近2倍 3倍 4倍 5倍这样跳 4月下旬 南台湾终于迎来一场稍大的雨势 然而主要水户的进账仍然十分有限 在气候变迁的时代想要用水无鱼 恐怕不能只是等待老天下雨 加强节水以及有效的管理 才有可能在下一场大旱来临时 不再零刻绝境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